武汉人绝对是有在认真研究碳水的 上去吃了好多碳水 这一期我要继续大吃特吃 起了个大早 来吃武汉的三鲜豆皮和重油烧麦 要知道 我也是成功做过三鲜豆皮的人 第一步做起 哎呦 要来尝一下这个本地版 大牌长龙了一只 一边排在这里 一边等烧麦 排了有一个小时了 可能快一个小时了 排了一个小时了 我没算 就前面那个人说 他排了一个小时了 这家就豆皮好吃 豆皮好吃 烧麦没有德润福那家 德润福 也是他们三兄妹一家开的 热干面分有的干的 有的是加卤水的 那种好吃 蛮多类型 看个人喜好 有些人喜欢吃干一点的面 有的人喜欢吃 不太干的 这个 我觉得 卖瓶还得 卖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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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这里的重油烧麦你们一定要尝尝 跟我之前吃过的所有烧麦都不一样 它这个里面的糯米是很软的 软到就是感觉会流出来的那种 而且是胡椒味真的很浓很浓 吃下去一整个人就是会热热辣辣的 在武汉的马路边还是保留了很多百摊的小推车 你让一杯 这里有一个卖绿豆汤的小摊 它就卖两种饮料 除了� justification 还有这个桃椒银耳 看起来也不错 这两天胡椒吃 quá了 和绿豆汤就ag ou 这个小籽是这样的 所以他这个应该是用咬的还是用吸的呢 然后我来吃了一家粉丝推荐的 这个叫鲜鱼胡汤粉 要一个 要一个胡 糖一个是9块 要一个粉 粉7块 胡汤粉加个油条是吧 9块 啊 这个是要自己加料是吧 对 小葱虾米自己加 虾米 葱 这个要加吗 要不要来一个这个 不卖了 你买了 你买一个不卖 那我那个油条不要了 我就来一个这个吧 嗯 不过我喝什么的油条好吃一些 哦 那那都要吧 呵呵 你们自己看自己选味的 哦 肉松黑芝麻 我要甜的 吃咸的人少啊 嗯 大家都在爱吃甜的 对 这个吃甜就应该行 哦 吃甜的好吃一些 哦 你要黑芝麻就6块 哦 这是做最后一只黑芝麻的量 这个油条是不是要把它切切切切小块放里面的 我又已经不要切的 哦 我不知道 第一次吃 哦 是不是有点像面馅汤和胡辣汤的结合体 这个这个叫啥来着 鲜鱼糊汤粉 烫啊 这个很烫 鲜汤鱼糊粉 也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胡椒 然后把这个油条放里面 我尝尝看啊 啥味儿啊 很鲜的 里面的面馅是很软很软的 用筷子很难夹起来的那种 但吃起来呢 又不是那种泡面泡烂的感觉 还是保留了米线软糯的口感 这个早上吃一碗 特别的提神醒导 吃完就可以元气满满的去上班了 然后上一碗班就困了 你们碳水吃多了不会困嘛 这个胡椒味比那个重油烧麦还浓 它这个是很明显的那种有鱼味 鱼的味道很鲜的 然后鲜加上那个胡椒的辣 它味道很浓 咸也比较咸 糯米卖完喽 来碗的就没有喽 我的饭团 哇 这个看上去绝了 哇 香 哇 这边当地的他们都喜欢吃甜的 好吃 花生 芝麻 糖 淡水 包碳水 哈哈 实话实说 这顿是和刚才那个重油烧麦和和我刚吃啥来的 哦 三千冻皮一起拍了 我现在碳水已经吃伤了 吃到我脑瓜嗡嗡的 还是很香的 这里的老小区楼下 上下的太阳很有小时候的感觉 这里都是老房子 很多人跟我说来武汉要吃武汉的小龙虾 但是小龙虾不是哪里都有吗 所以武汉的小龙虾为什么这么有名 现在五点都不到 外面天都还没 所以吃小龙虾的已经开始排队了 我现在饿得能吃下一头斑嘛 感觉这是我来武汉两天 第一次正要巴紧的坐在房子里吃饭 之前好像基本都是露天解决 老武汉凉面 我点了一碗小份的 怎么有这么大 这底下怎么还藏了这么多的辣椒 没有关系 我现在很能吃辣 还点了一个毛豆 这个跟小龙虾最配了 这是啥 皮蛋拌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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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尝尝看 不能一起吃 很扎嘴 我的小龙虾怎么还没来 这个毛豆很浓的蒜香 还有一点那种花椒的味道 我的龙虾来了 好谢谢 15分钟之内 他们就会只剩尸体 这个是油焖大虾 这个是蒸的 然后用这个蘸料 这个两个蘸料是啥呀 这个是有点醋味的 这个是 哦这个 这个是辣的 这个是干煸土豆丝 这明明是薯条 干煸薯条 好像很脆 很酥 嗯 你们放了一点糖 我现在尝尝这个 看起来辣椒比较多的 好吃 它这里的龙虾还挺肥的 我吃小龙虾就是不喜欢戴手套 待会儿再洗手吧 这个是油焖的 诶 复活了 蘸一下这个汤 哇 这个是辣的 先吃这一盘辣的 然后再用这个不辣的小龙虾解辣 哇 这个超肥 这个清蒸的这个酱料真的很好吃 它是有一点酸酸的 把这个红度都穿上 吃到衣服上 这是我特制的拌面 里面每一个菜都放了 这个毛豆 皮蛋 小龙虾 我的这个冰镇小龙虾来了 它真的是冰的 它好像是那种 捞汁小海鲜的那种味道 晚上来黄鹤楼进行一个游客打卡 它这里夜游黄鹤楼好像是要100多块钱一个人 那我就不进去了 外面看看就可以 这里全都是人 这里全都是人 我感觉这里比黄鹤楼里面的人还多 我感觉这里比黄鹤楼里面的人还多 我妈妈一分手 皮皮给个面子起来 让你白皿 皮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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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的最后一天 早上我又来吃热干面了 前面小碗 这家据说是这儿的老字号 也挺好吃的 但是感觉好像还是之前棚子里的那个好吃 我哪里好吃我也说不上来 这家店的这个面窝就说特别好 好 热汤又脆 很香的里面有那个葱 热干面真的还是要配淡酒 再来吃这个 好像是很多游客都会去吃的牛肉炒面 炒面的阿姨一抖再抖 把我的肉抖掉了半勺 也是很浓的胡椒味 武汉人不能没有胡椒 你好 打包一个软烙 再来一个冰豆花 这不就是明兰洞房那天吃的那个软烙吗 是不是 酒酿里面真的有酒酿 嗯 好好吃 它这个皮好嫩 哇 好冰啊 冰的好吃 走之前买点这里的特产 我看上了这个绿豆糕 绿豆糕一盒有几盒 十盒十盒 三盒绿豆糕一盒这个黑芝麻糕 150块 这个绿豆糕好贵啊 我买了三盒绿豆糕再回去 一盒黑芝麻糕再换 要150多块 这还挺甜的 但是味道还挺纯正的 刚付钱的时候 我都有点愣住 没有意思表现出来 这边还有画糖画吹糖人的 你上次见这个是什么时候 我感觉好久都没有见过了 你好 可以吹一个橘色的猫吗 15块吗 对 这个橘色和白色是一样的是吧 对 一个玉米糖 一个大米糖 15块钱自己吹的糖人 我买一个你们快 你来吹吧 尾巴拿着 等一下还可以吹 尾巴太长了 这样是不是好一点 桃树的尾巴不是很长 这样就比较像 其实好像也没有很像 但是挺可爱的 武汉这边的街上 有很多卖这个公安锅盔 买两个待在路上吃 我在想什么叫公安锅盔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个地名 对对对 这是个地名 很好吃 昨天我吃了两个 我今天走之前特地再来吃 哦这个糖是撒在外面的 对对 怪不得它吃起来有点甜 这个是怪味对吧 对这个是怪味的 外面撒着糖 所以它外面是甜的 里面的馅是咸咸辣辣的 这口吃别的怪 后面这吃也好吃 而且它的皮很薄 就是吃起来很酥 那这期就这样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也一定不要忘了点赞收藏 转发 可以把你还想看的程式 发在弹幕或者评论里 下期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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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